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请收看中家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为了要全力冲刺提升基隆市疫苗的覆盖率 除了公费疫苗 预约施打永月外 基隆市政府继续推动了 包括国小及富幼教职员 市场摊伤 以及精神级呼吸症护病患等 三项专案 共计4981人 预计7月21号施打完成 基隆市长宁悠昌 特别向到基隆港 转连转运中心施打站施打疫苗的基隆市国小及富幼教职员表示感谢 在公费疫苗预约施打上线后 基隆市政府方面持续推动原定的专案疫苗施打计划 其中全市国小及富幼教职员安排在号称五星级的施打站施打疫苗 老师们也很开心能在开学前完成接种 保护自己及学生安全 我觉得跟预期的时间差不多啦 如果说能够两季都能够打到的话 当然是最完美 对对 不过这样已经很 跟一般民众来比的话 我觉得这样我们已经很喜福也很感恩了 是比预期中的早啦 对啊就觉得有在开学前完成 就觉得算快了 对对对 至少就对学生什么的都比较有保障 直接上还可以啊 因为在开学前的话都还可以 嗯 比想象中的还要跨也轻松 另外包括卡玛丁渔市场 仁爱市场二楼 爱斯路夜市 基隆庙口 道伦黄昏市场及安乐市场 则在仁爱驱空所六楼进行疫苗接种 加上国小教职员与精神及呼吸照护病患 总计4981人 预计在7月21号全部完成疫苗接种 7月的19号20号我们密集施打 基隆市的公友市场 琵琶市场 以及庙口夜市 爱市路夜市等等的大型市场 那预计在这两天 我们就可以完成所有市场摊伤的疫苗施打 那在这几天我们会针对老师的部分 大概有2200多位 另外摊伤的部分 也是1000多位 然后另外这个还有刚刚在讲的呼吸道 跟精神的病患大概有700多位 所以我们持续的来这个双轨的进行 希望的就是能够把我们基隆市的疫苗的一个施打率 把它快速的一个提升 由于近期全国疫情趋缓 基隆市更已经连续7天零确诊 牛昌表示 基隆市政府已经针对7月26号降级后 拟定相关措施 希望协助市民紧速回归正常生活 那我们希望整个疫情 能够顺利的在7月26号 三级降二级 然后逐步的恢复正常的一个生活 那市政府这边我们也会是疫情的一个状况 还有中央的一个指引 然后会在7月26号之前 我们也已经研溢了相关的 这个逐步的来进行 这个让大家正常回复生活的这些措施 所以我们会陆续看疫情的一个状况 来跟大家做宣布 牛昌也再次呼吁市民 踊跃到公费疫苗预约平台登记施打疫苗 扩大基隆疫苗覆盖率 提升整体保护力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但在完成基隆庙口及人士路段 自来水管线泰换后 水公司方面宣布 将继续推动爱武路沿线的 输水干管泰换工程 最快7月20号又进程施工 看到基隆庙口泰换了老旧水管 让行政院长苏贞昌 更加支持基隆漏水改站计划 因此在完成基隆庙口及人士路段 自来水管线泰换工程后 衔接基隆庙口的爱武路 成为下一个改善目标 那因为我们自来水水管过于老旧 那目前我们还是基隆 全台湾我们基隆市 还是在漏水率排名第一的状况下 所以我们希望迅速的 赶快降低这个漏水率 一方面也节省水资源 二方面呢 也利用泰换自来水管线 让我们降低我们周边 居供水不稳的问题 据了解爱武路 输水管线分别在民国 56年及66年埋设 40 50年来 从未更换影响供水品质 因此对于这一项 自来水管线泰换工程 地方非常肯定认同 水管里面以前都圆的 你知道吗 圆的里面 如果水要入住人家里面 它都会一片一片卡住 卡住水会越小缸 因为这么久了 几十年里面 应当差不多都会玩 改善路段全长约220米 工程经费800万 预计7月20进场施工 而为了加速工程进行 水公司方面计划 从道路两端同时进行 最快8月底就可以完工 原则上为了要工程进度顺利 加速是从两头一起做 那这样对这个道路的交通 不会受很大的影响 那如果说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可以先坐一边 那另外一边 让它顺畅 那如果这样还是不行的话 我们是就可以暂停施工 那等到适当时机 我们再进场来施工 除了管线态换 路面也将重新铺设 并重化汽机车停车格及标线 希望在疫情解封后 能完成金融庙口夜市 自爱水管线态换的最后一块拼图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再带你来看 有小偷偷到警察局里面去 金融有一名窃贼 从消防通道闯进交通队 躲在厕所两个小时后 才准备下手 但因为发出声音 引起了值班远警的注意 上楼当场活歹窃贼 男子鬼鬼祟祟爬上楼梯 突然一个跨步跳上了围墙 手攀着铁栏杆 再踩上冷气室外机 直接进入交通队办公大楼 小偷误闯地点 是警察局交通队 他浑然不知 日前他从消防项潜入大楼 躲在厕所后 再司机进入办公室 准备翻箱倒柜 甚至把窗户都拆下 但因为声音太大 惊动了值班远警 上楼查看 当场将他制服 我们刚刚那个逃生梯那边 都是锁的 所以其实 再加上我们通人里面 不会放太多 值钱的东西 可能了解就是一些小零钱而已 所以也没有 而且我们的公务的公文 下班之后都是锁住的 也没有公务机密的问题 所以说理论上 我们办公室都是把它关起来 而且我们 刚跟大家讲过 我们大概一两个小时 就有一个巡逻的情况 所以理论上我们这边还是蛮安全的 闯了警察局空门 警方一切到未税 将它移送法办 记者黄绍明基隆报导 另外国立海洋科技博物馆 发生窃案 工作人员盘点时 发现有水下探测 跟研究的重要工具 以及两只仿生鱼 和六分仪展示品不见了 损失至少25万元 经过警方调阅监视器 锁定嫌犯了 一起来关心 一条鱼在水族箱里 游来游去 好悠闲自在 上头还会发出红色绿色 及蓝色的光芒 但其实这条是 基于海科馆展览的 仿生鱼 但现在被偷走了 才刚刚为解封 海科馆植埃基地 还没有开放 员工进行盘点 却发现两只的仿生机械鱼 一个六分仪 再充电充到一半 居然不见了 算一下损失超过25万元 赶紧向派出所报案 其实当初跟台湾科技大学 那个姚立的老师 合作的时候 他们开发这个鱼 是利用AI的方式 它就是把一只鱼 然后去做非常多的拍摄 然后模拟找出它的动作 然后把它设计成那只鱼 所以它游起来非常地自然 很像真的鱼 管方钓跃监视器 发现一名可疑男子 进入馆内时 两手空空 出来却多了一个袋子 怀疑是海科馆 幼儿园工地的人员 这里 放在那边充电脑 没有 是放在那边的帮子 然后我们在那边充电 研发仿生鱼 就是为了水下探测跟研究 这次被人暗中摸走 不过男子失口否认犯刑 但警方强调将会收证相关事证 以请金融地检署侦办 记者 黄少铭 金融报导 停课不停学 不止年轻学子 全面化地进入数位学习 引发长辈也跟上时代潮流 要带你来了解 乐林学习中心的爷爷奶奶 如何突破数位困境 进行学习 成果又如何呢 一起来看看 看这镜头内的学员年龄加起来 破千岁的学习团 每位都超认真 运用手机或平板 都可以跟上各种课程的老师 在空中与同学会面 还可以相互交流学习 大哥大姐们在学习 这个线上教学的部分 一定会遇到一些问题 比如说现在有Google Meet 有LINE的会议室 都很适合他们 第一个他们会先排 先排序说 啊不会不会 可是呢我们乐林中心呢 就一个一个教他们 我们在乐林中心呢 开启两种不同的一个教学方式 第一个是同步教学的模式 第二个是同步教学 再加上预先录制的一些教学影片 在DIY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有和谐粉彩 还有我们服饰制作班的部分 就会开启所谓的同步教学 再加上预先录影的 录好的一个教学影片 养生运动课程的董子董 和谐粉彩的尽心创作 裁缝作衣的各类技巧 口琴技法的音乐饗宴 甚至还有电影观赏的线上讨论 都可以看见 银发长辈投入学习的一面 从刚开始的摸索 到最后的成果展现 美人士收获满满 我是服饰班的学员 那透过线上的教学呢 刚开始是有点不大习惯 因为毕竟是对着镜头在看学习 那真正学习了之后呢 我觉得透过老师的讲解 跟影片反复的一直的看 然后自己在演练 那我那天下午就 当场就把衣服就做好了 所以我觉得成就感蛮高的 在现在这个疫情的时候 这样的学习方式 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方式 让我的学习不会中断 对老师来说也是一大挑战 经过几个星期的摸索 文维老师也发展出 独特的教学技巧 线上因为疫情的关系 那不得不把实体的那个教学 内容整个改成线上的一个模式 那对我们这种食物课的来讲 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要有很多的准备 平常准备只要是一份就好 但是最起码要准备到四份的一个作业 才能够拍整个的那个潜质作业 然后让学员之后就是说 上完线上教学 后续还可以继续地看影片 学习的一个比较清楚 所以这也是我们未来 老师们必须要精进的地方 善用线上各式媒介 建立起长者的学习平台 让银发族疫情期间持续学习 战胜孤独 也透过学习带来更好的生活品质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金融施打疫苗的覆盖率 提前达成20% 为了要感谢默默在前线支援的区公所 李林长 金融市议员何淑平 在疫苗施打期间 每天到市立体育馆 慰问辛苦的工作人员 也结合社团民间餐厅 送上饮料便当 感谢工作人员的付出 市立体育馆施打战 人潮满满的作物虚席 护理人员依据帮民众打疫苗 很有秩序 我觉得非常好 我觉得我们金融市安排得很好 而且我们里长也都很好 没有事系的啦 就是按理这样来分配 很快很快就会打完 回去请把他收好 带来下一次再打第二剂药 谢谢 那您的出口呢 打完疫苗 民众移动线离开现场 除了护理人员之外 这些义务帮忙的里长们 不但全场紧盯的施打疫苗情况 有的自备体温计 在出入口帮忙量体温 常常一站就超过八个小时 因为多施打 多人来打的话 我们就比较 不会有那个风险在 而且我们每次尽量 鼓励让人家能够赶快来打 因为它不透风 所以连灶后什么 里面都湿的 最长站紧的小时 我觉得应该会站在八个小时 金融市疫苗施打覆盖率 提前达到百分之二十 像在市立体育馆的施打站 包括新医区公所 林里长都总动员 全力吹打 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民众对这个疫苗 其实非常有信心 所以说施打的一个状况 也非常的一个踊跃 那在这边 也要特别感谢 我们这个里长的一个 还有我们的议员的一个 在地议员的一个协助跟帮忙 非常的关切 我们的民众的一个施打状况 除了亲自发送这个通知单以外 有些里长还特别 就是个别的一个电话通知 让民众来提醒 来做这样的一个施打 金融市议员何淑萍 除了提供矿泉水和运动饮料 更结合了85度吸叶者 累积下来超过500杯的咖啡 给医护人员及工作人员 还有像是中正区前里长 黄云叶也亲自开车送来海台 孝贤里里长庄荣卿 再来便当 慰绕辛苦的工作人员 施打疫苗这段期间 有很多餐厅像我们玉品轩 还有我们85度吸的咖啡 他们都是来赞助我们辛苦的医护人员 像今天他们特地又准备了 四五样总款设的一个便当 还有乌龙茶咖啡 以及红茶等等 还有非常感谢我们前里长 黄云院黄理长 也赞助了十箱的海台 还有一个她不愿意公布名字的小姐 她也捐赠了一百个手工的手工艺 要来给我们辛苦的医护人员 感谢他们这段期间 一直打电话 催打我们的施打率 也是我们真的是明年前茅 凤凰施子会的姐妹们经常来帮忙 希望加快民众施打疫苗速度 有市议员社团及基层林理长全力协助 基隆力拼全国施打率第一 大家的辛苦勇目共睹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另外基隆妙修共修会集结了信徒及各界善男性女的爱心 在市议员张浩瀚以及林敏勋的牵线下 特别捐赠了一千片的防疫面罩 饮料及面包点心 给三军总医院基隆院区 用实际的行动来力挺医护 从后车厢拿出好几袋的饮料 基隆知名的茶饮业者捐赠三百杯的饮料 要力挺医护 送爱心 挺医护 送爱心 挺医护 爱心不止如此 一箱又一箱的食物 里面装满面疙瘩 面包等点心 全都要慰绕辛苦的医护 捐赠者是基隆妙盛共修会的信徒 在基隆市议员张浩瀚 林敏勋的牵线下 将这一批爱心饮料点心 送到三种基隆医院 之前就有送过 鼠立医院 那想说因为我们基隆也有很多家医院 那我们需要挺医护 不只要挺 一间而已 就是要挺我们全部的全台湾的衣服 希望他们在这个期间当中 也能感受到一份温暖 然后我们这次有准备面疙瘩 三百碗 我们吃鞋自己做的 那个吐司 手工自己做的吐司 还有手帕 还有饮料 然后还有一千面的防护面罩 那可能这只是一点点的资金 那我们也是 我们也是就是很尽心很尽力的想就是能够给这些医护人员加油打气 今天非常感谢在我们暖暖区议员林敏勋的牵线之下 那我们与妙生共修会 还有我们清清福全 东信店及中华店的好朋友们 那一起来到基隆三种 来做我们防护面罩 然后以及 我们三百碗饮料跟面疙瘩的一个捐赠 虽然说现在是属于后疫情的一个时代 但是我们在防疫工作上面 能丝毫不得有任何的一个松懈 疫情期间 社会各界持续关心医护人员的辛劳 三种只有医院特别感谢各界捐赠 非常感谢社会各界有给我们这么多的鼓励 他们捐赠的物资 不管是防疫物资 或是给我们的一些食物 我们真的都非常感谢 那也希望我们大家一起齐心协力 继续我们的防疫工作 力挺医护 不分宗教 不分团体 大家齐心抗疫 让疫情早日过去 记者黄绍鸣基隆报导 详情请上网搜寻美丽基隆 诶 豆苗啊 帮爸爸去买一包烟回来 哦 对 老爸 你违法了啊 学校有教 任何人都不得提供或协助传递烟品给未满18岁者 即使是老爸 你也不行 知道了 对不起 老爸 你给我一包烟 同学 你满18岁了没 证件给我看 我啊 你丢 同学 这是别人的身份证吧 你骗我 啊啊啊啊啊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同学 你为满18岁 我不能卖烟给你 我会被划成耶 卖软来啊 学长 你长相比较成熟 可以帮我买包烟吗 冲什么烟啊 学弟 我如果帮你买烟再拿给你 是违法的 走 跟我去运动 远离烟品更健康 学长 你人真好 基隆慈明寺已有130年以上历史 祖寺观音佛祖 配似地藏王菩萨 已助身明明 信众遍布北部各县市 香火相当鼎盛 慈明寺的观音佛祖 相传特别的灵印 信众时常来参拜 香客们也笃信大慈大悲的 观音佛祖佛法无边 能变化千手千眼 来保佑众生 并济世度众 民众外出一定要戴好口罩 请洗手 多消毒 量体温 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如果你有发烧 上呼吸道 腹泻 或者是嗅味觉 异常等等的一个状况 请立即拨打24276154 或者是1922 让我们一起对抗疫情 守护基隆 总奖金高达486000元 希望能够激荡出不同的印象火花 还在等什么呢 快来参加 详情请洽 活动官网 请不吝点赞 曾经演出 花甲男孩转大人的金融新住民软千佑 特别号参加 特别号召了多位新住民姐妹 做了400分的素食凉面和越南咖啡 给卫生所医护人员 感谢医护的辛劳 因为妈妈也是一个很会煮菜的人 金融新住民软千佑亲手料理 接下来有几位新住民姐妹与议员服务处 之工一起将这些配菜 放入一碗碗的凉面中 曾演出花甲男孩转大人的软千佑回忆 当初刚到台湾其孩子出生时 都是到卫生所打疫苗 加上这一年多来 卫生所医护人员站在第一线 做疫调打疫苗相当辛苦 因此她特别号召新住民姐妹 制作越南凉面及越南咖啡 赠送给卫生局人员 希望以家乡美食为这些防疫英雄加油 现在选台湾都是在疫情当中 所以呢我跟所有选省的新住民姐妹们 每个人就是发一个爱心 要送这个爱心便当跟咖啡 给所有的医务人员 希望他们就是可以再凹久一点 然后因为他们太辛苦了 所以我用所有台湾的新住民代表 来送这个爱心便当给大家 也希望大家喜欢 阮千佑等人的爱心 也获得救世议员郑文婷 及陈怡的响应与支持 他们自己来募资 然后自己制作很有特色的 越南凉面以及越南咖啡 希望把异国的这个美食 带给我们卫生局 以及卫生所的各位同仁 让大家享受一下这些美食 然后可以疏解一下他们的压力 也谢谢他们这段时间 这么辛苦的在替大家守护着 那他知道这些卫生所呢 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都去支援了这些施打站 他觉得他们相当的辛苦 所以当时他是被卫生所照顾的 那他现在自己开了一间店 那很有能力的呢 那他现在想要来回馈给 当时帮助阮小姐的这些辛苦的同仁们 收到这些异国美食 让卫生所人员觉得更有力气 对抗疫情 对啊 谢谢我们前面 还有郑文婷议员 然后在这疫情当中 然后捐赠我们这样子美好的食物 越南食物 那让我们不管在疫情当中 给我们更多的力量 所以我们谢谢两位你做 谢谢 谢谢 感谢就是他们也看得到 我们所有的付出跟努力 那也希望我们在金融市所有的长辈 还有我们所有的民众市民 能够精力 能够快点打疫苗 然后能够提高我们的接种率 然后能够让我们过一个正常的生活 卵签又总共制作400份越南凉面 连续四天送给七区卫生所 希望感谢第一线医护人员辛劳 也希望大家齐心抗疫 早日回归正常生活 金融加油 谢谢越南 记者张其滩金融报导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有FM 青森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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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